我们演完 首演完 您记得吗 演完礼拜天场 礼拜一 我在上课 大概十点来之后 她还在床上赖床 打个电话给我 小平 今天我不要再进剧场 演草几下 我都不想起床 不知道今天要干嘛了 在那么一个一路排练累积 到那几天的入神 对 她有一个很难抽离的这种过程 你看这是高度专注下 塑造出来 这是其他戏都没有的 没有的 只有从来没有这样 王兴奉都没有 都没有 是的 可是在大陆 她除为了这个外围的打角 还有他们对戏曲上的那种认知 他们会回过头来问说 请问这出戏的经典唱段在哪里 他们用传统的经纪去理解 可是我们所有的唱 在你看戏的时候 她唱在初情处 不唱在初彩处 怎么说呢 您看像 我有那黄金夹锁 众臣臣 难道你要为她喝彩吗 这是一个生命枯萎到极点的自觉 是 我现在才知道 我爱情是不可靠的 从今我要抱着物质 此生已是无所望 是 你刚才背了 对 唯有 这黄金夹锁 众臣臣 是 她唱的情理 对 那种自我觉察是多么的 你看到那样人性 你会回过头来说 你有没有还没有东西自己的时候 对 你反过头来应该震惊 这样 他们 大陆 好是一个高腔叫好 被取悦 对 当然我们也觉得 看戏曲是需要这样的氛围 所以他们总会用这样的预设挑剔 说你们像话剧家常 会有一些这种比较贬义的 而无法去深度地阅读到 从小说文词里面出来的舞台的文学意向 他们反而在这个美学经验上的接受 因为既定的模式 少了这些零售 所以我们一起改变他们 可是近几年大概他们这种生意没有了 反过来其实是接受 而且甚至于有一些新的一些剧品 居然是以金锁记为标杆 本剧势必超越台湾版金锁记 居然在新闻发布会上 我们有听过这样的 我们是经典了 他要挑战超越他 他可能不是这么说的 但这么也就表达了 是是 我觉得大概就是说我们金锁记在大陆 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们 都非常非常认同 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做法 就是我们每一次演出都会进校园 所以年轻人对我们这个戏呢 也是也是觉得太棒了 就觉得说从传统出发 在大陆都完全没有办法 破除他们原本的一种 比较僵化的一种方式 但是在金锁记里面 他们看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 但是却做得很不错的 我们也不能说后无来者了 以后还有什么戏会有更好看的 也很难说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我们就是演一个好看的戏给你看 我们并没有说要你来说我唱得多好 或者我嗓子多好 或者说我今天这个腰子翻身走得多好 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我只是让你到了剧场来 看到了这个故事 是这么样的可怕 那个封建时代的女人是多么的可怜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 身为现代女性要很开心呢 其实看戏它就是一个 它的戏剧的本质就是这样 就是让你去跟你的生活 来做一个对照 来跟你的所思所想 来进行一个对谈 来进化你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很多很多的杂质 看戏其实最简单就是这样的 对 走进剧场去跟你们一起 没错 用戏剧洗涤自己的心灵 是的 魏姐之前演过了金锁记 演过了欧兰朵 还演了马克白夫人 我爱及艳后 真的 这么多精彩的好戏 其实我们一直在好奇 这么多的好戏其实我们是很希望可以经常看到的 我们即将有一个新的演出的空间 对吗 对 这个真的还是要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未来我们国光剧团将在士林 就是原来的美国学校的旧址 那个地方会有一个新的剧场 大概在15年会盖好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可以看到 在每年的某一个季节看到什么 是的我们就会把过去国光所推出的一些好的戏 重新的再包装 然后让我们的喜爱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呢 能够经常看到这些好戏 是 好 所以其实今年如果没有抢票 抢到王熙凤 没有抢到谭春 我们期待以后经常在剧院再跟两位相见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导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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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